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出街购买越来越方便 有时不带月金出街 带手机或卡片就可以了 七成是电子支付 三成是现金电子支付 可能需要拿电话 相对的话就会方便一点 一部手机一张卡 几秒就完成付款 政府派发消费券 也都推动电子支付迅速发展 基本上手机每天都会用到 可能一些餐饮、饮食、零售、购物 都会用到 这间在油麻地事业中的餐厅 安装了电子支付仪器 六成的顾客 都是用这个方法给钱 自用消费券 他们都会倾向用电子支付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不会 带很多现金在身 三至四成的香港人 会进来的时候 会问收不收其他的电子支付 他才会进来坐 除了客人用的时候方便 餐厅也都省时间和人手 如果我用电子支付 就不需要找钱 各样东西 可能一个过程是三至五秒左右 如果在繁忙时间的时候 每一张单可以省五至十秒 那我们的流程会快很多 上户安装电子支付仪器是大势所趋 这部机器收尽17种支付方式 装机的过程简单 公司华派发消费券之后 客户增长四到五成 申请装机的七成都是餐厅 或者零售业等中小企 配合智慧城市 进行数码转型 过往其实他们要收不同的支付方式 他们要跟不同的支付公司 去申请很多部机器 放在桌面那里 令到他们要佔用他们很多空间 现在转用了我们之后 其实他们可以 只用我们一部机器 就收完所有支付方式 部分电子支付平台 分为港币钱包和人民币钱包 其中港币钱包 可以用香港手机验证开通 按需要绑定香港银行账户 或者信用卡 开通之后 可以在香港或者内地商户 先上和先下场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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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 2013 2013 2